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大革命 站在往昔堡壘的黑影之上 巨大方正的衛視 近末底看著第九個月的動彈 身上滲出的紅 往昔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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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比較像堡壘 在左下 這裏還有青蛇座耶 超多個啊 星座 我不知道堡壘在哪裏 只要偷偷去看攻略 剛剛很省現在變得很爛 攻略告訴我 往昔的堡壘就是大下吞 這個地方 我上次死掉的地方 為什麽他沒有辦法跳進這個裏面 救命 救命 啊我殺到平民了 不對我要忘記要用換刃 四星的居然也這樣就死了 太扯了 出現了一滴血傳奇 什麼意思 沒有其他星座嗎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個星座欸 我想還沒有看到你的 都不會有五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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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了 我到了 黑影 堡壘的黑影 應該是紙比較大的東西吧 好 好 堡壘的黑影 好 好 上一滴血沒死就是一滴血傳奇 就我的沒有獅子天蠍都出現了 搞不好有啊 黑影不是這座塔的就是另外一座塔所造成 看我拆了對不對 西日王的烈士們在永恆的神殿中 以毛骨悚然的無聲之舞 迎繞神通之心 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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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只知道萬神殿 可是我記得那邊是五星的區域 那是我之前練習的時候不小心去的 這邊是神殿 我也開啟區域 那就往那邊跑吧 不小心 吃虛了 不小心 爛 爛 那邊有人騎裝衣服 挑戰看看 開門 這裡面不知道有什麼 vír 糟糕了最後一次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等我點滿開鎖器的之後再回來開門 要不要跑 要去帥了 拜拜 拜拜 原來時間到了 原來時間到了 那怎麼辦 時間到了 我把他俯瞰點俯瞰完好了 不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存到我的進度 好大紅色的警戒區喔 好大紅色的警戒區喔 就這樣直接爬進去沒有問題嗎 就這樣直接爬進去沒有問題嗎 警戒區雖大 看守人好像不多 都在裡面 我爬個塔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這樣 居然還上不去喔 怎麼辦 這裡好像上不去耶 可以了 有時候可以上 有時候不能上 真奇怪 上去啊 上去 欸 欸我好像看到標記囉 就順便拿吧 既然標記都看到了 這個下去就太遠了 我走一般的路下去 是這邊吧 對 這邊吧 欸 好像不是 是別的星座的喔 是別的星座的喔 好 記得這邊有一個 昨天 昨天我們正在解謎 結果找錯地方了 我不小心把解答關掉了 聖音公寓 在聖音公寓 聖音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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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什麼地方 哇 搞不好是我沒有去過 這區域耶 好像在這個位 在這一區上面 欸 我看不懂你在說什麼呀 一整個 你打打 我們在這個 我看不懂 找 找 砍 找 找找碎片吧 啊 鱼勒 哦 咖哩 咖哩很危險 不得已 只好開戰 需要這裡 就是你 就是你 這可怕的軍官 這次就是被你殺掉的 那底下有個箱子 順手 帶走 地下到耶 距離太遠 打不到 這裡面是有什麼啊 為什麼這麼多 這麼多衛兵啊 沒有辦法對他開槍耶 只好直接殺 下面那個 這裡到底是哪裡啊 好 另外的我們還朝著那個俯瞰點前進 剛好地下道的那個 這裡有個寶箱 解不開的 哇 我們沒有繼續朝著 扶開點前進了 總有另外一個出口吧 好 這裡長得好像那個 同一個地方的感覺 這裡是出口嗎 上面有竊賊耶 我出來了 是哪裡啊 喔 上面有個冒灰順便 聖烈一教堂 這座教堂以聖烈一與聖吉爾命名 位於西來人往的聖德尼街 於西元1320年落成 原本這裡叫做聖吉爾教堂 而後延伸稱為聖烈一教堂 自落成後這裡經歷不斷重建及擴建 現在只剩下大門還保留當年的原貌 好 看起來這條線還讓我出去 zoom ënum 哇 過不去了 現在在那邊 算了 我現在第一面好了 第一面 要是在途中遇到聲音公路的話就好了 這邊還有個帽 帽 灰 他有兩個人 好 哇 沒走 我為什麼一直想要要遠程舞 武器是因為這個 在那地方我去看他幫我分析 我是暴徒 所以我都直接衝向敵人 然後把人家殺光 所以我會想要遠程舞器 可是說不中啊 沒有辦法 在城中的另一個城市 巴黎大堂 以巴黎之父为文明 因为这是巴黎的每天早晨买杂货的地方 在楼下有一个法国胖子 我们也叫他巴黎之父 在成为一个市场之前 这里不过是广阔的小田地 简单的市场运作直到1866年 在建筑师维克特巴塔尔12年的努力 完成他巨大的玻璃帷幕和钢铁楼隔后 他成了整个欧洲都增下模仿的指标 直到1970年代 他终于被现代的水泥丛林给替代 最近才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玻璃填棚 玻璃 这个时代还没有就对了 没有看到 照理说 这个蓝色宝箱 等一下 怎么样 到底说这个蓝色宝箱好像是要 去玩手机APP 我还玩了一下 因为不太好打上来 所以没有办法弄给你们看 我玩 他就是在一次前几代刺客里面 要派一些刺客兄弟会的成员去进行一些任务 然后可以赚到奖励这样 那这次的他就变在手机上面 然后他可以跟你的原本游戏做连结 它是用来打开蓝色宝箱的 可以解锁那个 这个叫什么 传奇套装 就是前几代刺客的衣服 这个不在上面 没有看到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之前就可以开启蓝色宝箱 就算我手机没有玩 这点我也很疑惑 古墓家里所呢 古墓家里所 在12世纪末菲利普阿古斯特国王建立了 不同市场与公平交易处所 称之为乡普 之后更扩展为巴黎大堂的一部分 然而随着市集成长 附近的街道变得更为拥挤 古墓的交通运输变得复杂而缓慢 在18世纪巴黎市决定简化古墓运输与存放 建立了更容易抵达的古墓交易所 土地到1755年购入 并建立了环状建筑 起初五屋顶 直到1782年才添加了木制屋顶 以保护古墓不受雨水或其他气候因素影响 真难想象花了这么久的时间 喂 让我们把我们全部的古墓存放到那个又大又开放的地方吧 对,但我们应该要加个屋顶来保护我们珍贵的存货 避免所有可能因素像是污染、野生动物或盗贼 呃,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 小存单几米,我们现在走吧 几米耶 在数场火灾后 这建筑终于在19世纪摸有了铁制屋顶 也不再存放古墓 而是作为巴黎商品交换处 原来在一楼啊,然后爬上去 哇,顺便补满 诶,没有补到 还是没有找到那个什么圣音公寓的 尚奥斯塔石教堂 巴黎第二大的教堂坐落于巴黎大堂中心 本来是一家经验罗马训道者尚爱格尼斯的传统小教堂 之后,圣奥斯塔石的遗物运到了这座小教堂 而这外圣人它像是一头大脚鹿 上方有十字架造药 就成了这教堂的命名由来 随着巴黎大堂中央市场的发展 这座教堂也因此大小而不复使用 目前的教堂规模是耗时105年所建成的 西元1532年到1637年 建超久耶 齐哥德士建筑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 让这里成为一座令人惊叹的雄伟建筑 规模之大更是不在话下 我记得好像有哪个教堂是建超久 建到现在好像还没建完是不是 此外,这座教堂是沿着崔泥街 现称朗布托街新建 蜿蜒向北延伸 这么做是因为没有人想征收 安顿于此的商人的土地 目前已经看不到教堂最南方的塔楼了 明镜有什么东西 但是您知道 词必须是什么 您想多到你 您认为上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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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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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毛骨悚然的无声之舞 营绕神通之心 这样想得到公墓 还是要看了声音公墓的说明才知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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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个宝箱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概念 但听他这样描述感觉就会很大 只是想告诉你 你下面将会看到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昵成 吐槽的时候 监督建立巴黎大胖的胖子路易六世 在1130年代表明镜与点栏目 整个公墓墓都能看到死亡之舞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 尸体被挖出并移至巴黎地下木屑 原来他有提到死亡之舞 但我没有找过这个地点 马虎悚然的舞啊 我没有找过这个地点的话 我就 不太可能 可以解得出这一个题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